大家好,我是人人宽客讲师木金龙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策略是人人宽客的C47模型 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思想是这个ATR在追寻指引当中的应用 然后他的一个应用案例呢就是这个C47 关于策略思路和核心思想呢 强华老师呢已经讲过了 然后这里呢我主要是讲代码的部分 嗯,好的,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注解吧 先来看一下他简单的一个开评仓的一个思路 就是首先呢出类思路就是全品种 它这个是中长线加仓通用模型 注意它是一个加仓模型 然后进场呢是双均线加这个收盘价过滤 同时呢也是正反手正反手正出场 然后盈利呢达到一定幅度呢加一次仓 然后出场呢是ATR止损加机轮止盈 后面呢我会给大家展开这个代码 然后给大家每一个功能的实现 我会讲的都会讲到 然后这个周期呢是用在这个日线周期 嗯,适用品种呢它是苹果,玉米,然后淀粉 还有这个铁矿,焦碳,还有正存PP啊,螺纹,橡胶,猛龟,正梅子写 差不多 这是有多少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一个品种差不多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一个代码部分 一个代码部分呢首先是参数部分 那么第一个它这个第一个参数呢是一个周期参数 一个短周期参数呢是Lens1,然后Lens2 然后还有一个参数就是应该是一个中轴线参数吧 然后M-HL,是不是?这是核心的三个计算参数 第四个参数就是我们常用参数一个保证金参数 然后变量部分呢,变量部分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保证金变量那个计算首数的一个 变量计算首数的一个声明就是V2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平均真实波符 是真实波符TR,然后第三个是平均真实波符ATR 然后第四个是均线,第五个也是均线,短周期均线,两个是双均线嘛 然后这个是开仓,这个是 进场时的这个放线 应该是Bounce entry,Bounce since entry 进场时到当前距离的这个帮线数量 就是N多头的帮线数量和空头的帮线数量 然后这个呢是ATR 当时开仓时候的ATR数值 开多的ATR数值和开空的ATR数值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计算就是当时开多时候的价格和开空时候的价格 然后这个就是加仓时候的价格和这个加多时候价格和加空时候的价格 然后下面呢这个是止损的价格 这个是 我看一下这个是多头还是空头 这个是空头止损 而不是这个是多头止损 这个是多头止损价格和空头止损的价格 多头止盈的价格和空头止盈的价格 然后这个是开多条件 然后这个是开多条件 不耳需类型 开空条件 加多条件和加空条件 然后这个是开多条件 然后这个傍A呢 这个应该是一个开关 这边是应该是一个开关 对 就是我就是一个加价的一个开关 加仓的一个开关 就是傍A 然后傍A 这两个是加加空和加多的一个开关 然后这边这个是止损 多头止损和空头止损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多头止盈和空头止盈 嗯 那么就是这样 这就是它大概的一个参数声明 和这个变量声明这一块 那么后面呢 就是讲代码的主体部分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代码主体部分 第一段代码呢 也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 手数的计算 我们投入保证金 然后计算它 呃 一手需要 开一手需要多少的保证金 然后相处 我们开多少手 然后取诊 然后保存到这个变量当中去 下面这个代码呢 是计算ATR 通用通用公式 啊 最大值 最高价减最低价最大值 然后以这个昨日收盘价 与今天最高价的一个差值 这两个差值呢 取最大 啊 这两个差值取最大 然后后面呢 就是从上根棒线的这个收盘价减去这个最低价 这个差值和我们前面计算的这个差值呢 再取一次最大 就是它的真实波幅 然后计算到这里 就是计算它的一个一定周期内的均值 就是平均真实波幅 就是平均真实波幅 以及ATR 下面呢是两根均线的一个计算 参数一的一个 参数一的一个短周期均线 然后参数二是一个较为长周期的一个均线 嗯 两根均线计算 那下面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啊 就是N by K 就是相当于是 嗯 帮since entry 啊 我进场时那根棒线到当前这根棒线 累计多少根棒线了已经 然后加1 为什么要加1呢 因为本期开仓本根棒线呢 它的序号是0 是0 如果说我们要算上开仓本根棒线的话 那就需要加一个1嘛 然后让它0 开始变成1 就是本根棒线 然后保存起来 这是我们多头开仓时候的 呃 开仓历时棒数有多少 保存到这个N YK 这个较量当中去 然后空头呢 是吧 开空头到当前这个棒线 历时多少根棒线呢 棒线塑料 记录下来 然后保存到这个N CLK里面 然后质量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 把这个多头的这个 历时棒线 数量 保存下来 空头历时棒线 数量 都保存下来之后呢 我们后面就计算要用到它们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 多头开仓条件 那么多头开仓条件 就是最新的最高价格呢 然后大于一定区间以内的一个价格 就是在Lens这个周期 这个周期设计的参数是5 啊 就是5根棒线以内的最高价 形成了一个上轨 如果最新价格大于这个 并且 然后它的这个 嗯 最后它的这个这个 这个 呃 是个多头排列 短周期均线 同时也大于一个 长周期均线 那么我多头开仓条件就满足 就是区间突破 并且均线多头排列 好 多头开仓条件 成立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空头的一个开仓条件 那么空头开仓条件呢 就是它的最低价额 哎 要 要这个 小于 小于 它的一个 一个5至最低价的一个下沿 最低价 然后并且呢 就是 就像是空头排列 区间突破下沿 空头排列 好 空头开仓条件成立 啊 这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开仓条件啊 就是这两个 这是第一次开仓的条件 你就是原始开仓条件 就是by pk sale pk 然后下面这个是ak呢 就是它的加仓条件 注意是加 它的加仓条件 它的加仓条件呢 就是当它的最新价格呢 大于这个 它这个设置的 这个加仓条件的价格的时候呢 它就会加仓 然后这个 这个press by ak 然后这个变量在哪里复制呢 它是在 这里复制 这里 啊 这里复制 那么 这时候就有同学会问了 你看我这里先 先进行的一个公式计算 然后后面才进行的一个复制 难道这样我不会出错呢 因为它代码是自上而下运行的 呃 是不会出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在使用这个by ak的时候 事实上 它这已经是 有持仓了 啊 其实有持仓的情况下 才会进行到这个地方 进行具体的一个执行 啊 如果只是计算的话 你这个放在前面是没有关系的 嗯 因为它执行的话 是在后面才会 在这个满足 它就有多头条件的时候 哎 才会执行 然后我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复制呢 复制的时候是在这里 是它当它满足第一次开仓 开仓条件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满足开仓条件的时候 哎 我才进来这个一复语句里面 我才会进行一个复制 当它已经有开仓条件的时候 啊 我就进行了一个复制了 然后当它要平仓的时候 我这里面已经不是一个控制 啊 并不是一个控制 所以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就先继续往下看 这个是加仓的代码 首先呢 就是它的最新价格 要大于它的这个 负的这个 prest by ak 啊 这个 这个负的这个值 这个值 那我现在也讲一下吧 就是说 首先呢 它是 开仓价格 就是 这根棒线的开盘价 就是它的开仓价格 然后加上一定的hr 就是为下一次加仓的价格 啊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是 把它复制到这里面 保存到这个里面 当它下一次最新价格呢 大于了prest by ak 的时候呢 我就进行加仓 加多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加空 当它的最新价格呢 如果小于我加仓设置的 就是加仓复制的这个价格呢 我就开空 把这个复制呢 也是在这个第一次开仓条件里面 进行复制 就是它的开仓价 减去一定的hr 就是它下一次加仓的一个价格 嗯 好的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看止损 止损的话就是它的最新价格呢 小于它设置的这个支损价格 这个也一样 是在 这里设置的啊 就是它的开 第一次开仓价格 减去两倍的hr 就是它的一个支损价格 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个运算 这是平多 然后这是平空 平空的支损 支损计算计 也是在这个地方 啊 在这里 当它的开空价格呢 加上两倍的hr 然后就是我下 就是就是就是我的一个支损价格 啊 好的 这是它的一个支损课 支损这里 都用到了我们的hr 啊 然后下一个就是这指引出场 啊 第一个呢是平多指引 平多指引它的公式就在这里 然后当它的最新价格呢 要大于pres by k 然后加上atr by k atr by k atr by k在哪里复制的呢 是在这里 至于看我开多嘛 我开多进来以后呢 我就将atr by k 然后复制为开仓时候的atr数值是多少 然后把它保存到这个全局变量当中 然后在这里使用 当它的最新价格呢 大于它的开仓价格 就是这里 开仓价格的一个 是以取了这个 这根棒线的收盘价嘛 啊 因为它开仓的时候 它就是用这个收盘价 所以它的开仓价格 这个就是 它这个开仓价格 加上atr by k 也就是开仓时候的atr数值 然后并且呢 那么最新价格要小于pres wcoy wcoy wcoy在哪里复制的呢 我来看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复制的 wcoy等于这个最新的这个 就是一定周期 我们注意看 这里呢 有一个mhl 这个参数是在这里 啊 是10 10以内的最低价 10以内的最低价 加上这个n by k 就是我们刚才这里要保存的这个历史 历史多少个棒线 多少个棒线 就是它 乘以它的一定的系数 然后再乘以atr 就相当于是 呃 多少倍atr 啊 就相当于是多少倍 经历了加速经历的30个 30个棒线 乘以0.05 然后再乘以atr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倍数 这是计算了一个倍数 然后再乘以atr 就是多少倍atr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区间下延 啊 然后如果说我的最新价格 要小于等于这个区间下延 那这个区间下延的时候 我就出厂 并且呢 前面还有个填置条件 啊 刚才这个填置条件 我们已经讲过了 然后这个是 这一整段呢 它是一个平多的一个代码 啊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平空的一个代码 平空的一个代码呢 就是最新价格小于 press cok 减去atr cok 那就是这个在哪里复制呢 这个平空的代码是这里 啊 也是在这个地方 减去开仓时候保存的开仓半价 减去当时的atr 哎 然后就是我这个press cok 然后减去atr数值 减去当时开仓时候保存的atr 啊 并且呢 最新价格呢 要大于这个上轨 啊 大于这个上轨 在这里 啊 上轨就是一定周期mhl 这个周期以内的最高价 减去 历时磅线 就是这里 我们刚才表示开空历时多少根磅线 乘以它的这个0.05 然后乘以atr 倍速啊 假设30根 30根 乘以0.05 就一个倍速 然后乘以atr 多少倍atr 就产生了 然后这样的话 它在整个的这个核心计算呢 那就是这么多 它的整个的这个核心计算就是这么多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哎我刚才还有好像还有个变量没有讲 就是说一个加仓的一个开关在哪里 啊 加仓的开关是 ya和coa 我们后面看一下这个它是如何加仓的 进入一个一复语句也就是代码执行的部分 首先呢就是这个图表上的磅线呢 就是系统函数呢 这个就是图表上有多少根磅线 一定要大于你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计算周期 否则就会出现bug 否则就会计算不全 有可能刚开始加载的时候 那么就lens2呢是最大的周期是20 那么好的 我的图表磅线大于20根了 可以进行一个计算 然后进入一复语句 然后 第一个小一复语句 make it position 小于等于0 也就是说没有多头持仓 并且如果有空头持仓 假设或者有空头持仓 或者没有持仓 就是这个意思 并且呢 这个当它多头开仓条件满足多头开仓条件 在这里 by pk 然后等于high 大于它的区间上延 并且是多头排链 然后多头条件满足呢 然后进入到这个一复语句 小一复语句当中 然后因为它就有 握紧向前推过一个k线 然后 就是这个 这里呢 就是直接用刺根棒线的开盘价 开仓 这里用 这个不是0啊 是O 不是0是O 是开盘价开仓 刺根棒线开盘价直接进仓 然后 V2 V2 就是我们刚才计算的这个 能开多少扫 手速 然后 BPK 它BK是一个标注 它并没有什么作用 它就是一个commit tree 它本身就是一个打印函数 就是把这个让你在注释当中写出来 然后下面那个 这就是ATR 就是相当于我 多头进场时候的ATR素质呢 我保存到这个变量当中 保存到这个变量当中 我后面要使用 是这个意思 然后 并且把我的开盘价呢 也保存到这个press byk里面 这个变量当中 后面 就我们刚才这些计算都 都要使用 所以这些都要需要进行一个保存变量 然后press byak 等于press byak加atr 就是我们上面这个 进场价格呢 加上当时的这个ATR素质 也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ATR素质 然后 保存到这个ak里面 press byak里面 然后 在这些地方会用到一些计算 然后press cus 就是press 然后byak 减去2倍 就是开仓价格减去2倍的ATR 然后保存到这个变量当中去 然后我们这里的计算是要使用的 然后并且呢 这里面有一个开关 就是byA 就是我加仓条件的一个开关 告诉他 我现在已经开了仓了 我现在初始仓已经开 但是还没有加仓 所以是floss 还没有开仓 好的 这是一个多头开仓的一个条件 它的一个开仓之行和它的相应的一个运算 相应的一个计算复值 然后下面这个是空头的一个开仓和一个相对的运算复值 首先呢 是market position 大于等于0 如果是有多头吃仓 或者是没有吃仓 我会开多 并且我会就是bpk spk 我就相当于是把多头平掉开空 就是正反手 嗯 然后直接 这是执行部分 刺根棒线 开盘架 开空 然后标注spk 然后保存开仓时候的atr 到这个变量当中 然后保存开盘架 开仓架 这个其实就是开仓架 因为我是开平价进场的嘛 所以这个就是开仓架 开仓架 保存到press seal k 开仓架 保存进来 这个变量 然后这里面 press ak 就是我 加仓时候要用到的这个 这根线 这个变量 进行一个运算 就是 开仓架 减去一定的atr 减去一定的atr 满足这个线的时候 哎 我就开仓 这是开仓的一个计算保存 这是止损 这个是止损 止损的话 就是我的开仓价格 加上二倍的atr 就是我空头的一个止损 好的 保存到这个press by s里面 然后都是在这里运算 全部都是在这里运算 然后seal 告诉这个这个意思就是告诉系统 我现在已经 我现在已经这个 初始开仓了 然后但是我还没有加仓 所以是floss 我还没有加仓 这个就是整个的开仓的一个运算 开多和开空 然后下面呢 下面呢这个就是平仓部分和它的加仓部分 首先就是bouncing entry大于1 也就是我开仓后的第二根棒线 开仓后的第二根棒线 其实上是算上本根的话是第三根 因为它是雷1 1 2 0是它的本根棒线 开仓内时的本根棒线 如果这个算一个的话 这就是我的第三根棒线 它会执行我的平仓操作 或者我的加仓操作 然后我们先进来 make it partition 大于0 有多头吃仓的情况之下 我要进行三个判断 第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加仓的一个判断 我们在这个by a里面 就等于等于 必须等于floss floss 就是就是 它的确已经有原始仓位在里面了 啊 这里我们是floss 啊 并且呢 by ak 啊 满足开仓条件 这开仓条件的条件 内容是什么 是这个 当它的最新价格大于press by ak 这个by ak在哪里运算呢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是在这里 初次开仓的时候 在它的开仓的一副语句里面进行了一个复制 就是当它的开仓价格加一定的atr 哎 就是我的这个加仓线 啊 当这个价格呢 大于我这个加仓线的时候呢 我就加仓 啊 注意看如果条件传列 啊 并且已经有原始仓位 然后我就进入到这个小一副语句里面 进行一个运算 开多 然后 一定手速 啊 这个手速 就在这里 还是原始手速 啊 然后并且呢 我告诉 告诉 有个标注 啊 我就是bak我已经加仓了 然后并且告诉系统呢 我已经加过仓了 处啊 不找状态位 从floss改为处 就不会重复加仓 嗯 就加一次仓 改成处之后呢 这里就进不来了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cos 就是什么呢 止损 啊 cos 是止损 多头止损 当多头条件 向前推根帮线吧 因为我都是用次根帮线 开盘价进场 所以这条件那必须向前推根 否则就偷价了啊 然后cos cos 就是当最新价格呢 小于等于它的止损线 止损线在哪里 止损线在这里 就是我第一次开多时候 原始开多的时候 就进行一个运算 price 开仓价格 减去2倍ATR 就是我的止损线 我的止损线呢 当我最新价格小于等于我的止损线的时候 小于等于我的止损线的时候 我就 止损 这就是它的一个止损 然后下面这个是止盈 止盈 当这个 看一下 还是看这个 直接看这里 止盈 当我的最新价格大于price by ak 加上一定的ATR price by ak呢 就是我的进场价格 我的进场 我的大于我的进场价格加一定ATR 就相当于是 如果大于是它就表示已经有一定的盈利 盈利幅度了 并且呢 当这个最新价格呢 小于我的这个止盈线的时候 我这个止盈线是在哪里复制呢 是在这里 啊 就是一个区间 加一个一定倍速的ATR 啊 如果小于我的最低区间 加一定倍速ATR 我就止盈出场 啊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 執行 全部频调 0的话 就默认就是全频 啊 然后下面这个是空头的概念 啊 我喝口水了 下面的话这个是空头 那么空头呢 就麦开的position 小于0 啊 有空头支撑 并且呢 我要先进行一个加仓的一个判断 啊 如果有原始支撑了 并且还没有进行过加仓呢 就是COA等于floss andCOAK AK就是它的一个加仓条件 AK呢 是在这里 就是当它最新价格呢 小于这个加仓 加仓设置这个计算线的时候 我就加仓 这个计算线在哪里呢 这个AK是在 我也是一样 是我在进行第一次开仓的时候 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复制 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第一次开仓的 开仓架 减去一定的ATR 哎 哎 就是它的这个下一次加仓的一个标准线 啊 如果小于这个标准线 就表示向下突破嘛 开空嘛 啊 那我就进行加仓 然后 一定 次开盘架 向前推一根线 然后一次次根棒线的开盘架 进行加仓 然后 这个是commit commit tree 然后就是标注起来 我已经加了仓了 告诉图表 这是 然后下面告诉系统 我已经加过仓了 不需要再加仓了 然后把这个仓台委呢 改成true 就不会再进来加仓了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这个 下面这个是 这个是空头止损 空头止损 by s by s在哪里呢 在这里 如果我的最新价格大于我的止损线 我的止损线是在这里复制的 啊 就是我第一次开仓价格加2倍atr 就是我的这个空头止损线 然后最新价格大于我的这个空头止损线的时候呢 哎 我就止损 好的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呢 是止盈 这个止盈呢 就是当它的这个 在这里 在这里 啊 当它的最新价格小于我开仓时候的价格 啊 第一次开仓的价格减去 一定就是开仓时保存的那个atr的一定素质 然后形成了一个 呃 形成了一个出场线 然后这个价格如果小于这个出场线的时候 并且呢 啊 价格要大于我的这个 止盈线啊 pres by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进行了一个计算 就是最高价格减去一定幅一定倍速的atr 啊 然后就是它的一个止盈线 满足这个条件 然后止盈 为什么这个是止盈线呢 因为我是一定是要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多头 我一定是要大于我的开仓价格呀 我多头 我空头我一定要小于我的开仓价格呀 而且还是加上一定幅度的atr 或者减去一定的幅度的atr 就是有一定的盈利的时候 啊 所以我才会出场 所以这就是一个止盈 啊 这是止盈部分 然后整个这个代码讲完之后呢 其实代码并不复杂 它就是不断的去调整这个atr的这个取值 啊 atr的这个取值 有的是直接加倍速 比如说我止盈这块我用到了加倍速 啊 这个这个这个强黄老师应该是用到了加倍速 然后 我的止损部分呢 是用到了减倍速 啊 就是这不断的去调整这个atr 然后这个加倍速呢 这个加的这个倍速在这个参数啊 很有意思 就是我历时多少个棒线 我就算了多少个棒线的倍速乘以0.05啊 这就是整个atr的一个运算 主要用到了一个直升指引这一块 啊 好的 这就是它的一个代码部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策略绩效吧 这个是它所有的这些品种都已经在这里了 然后我们组合测试看一眼 啊 400多万 用到了是日线 哦 费用其实这可以调成再调高一点 就是我说你想进行一个压力测试 你可以改成二三四啊 这些压力测试跳改成二三这些 你可以进行一个压力测试 一般情况下你要是正常交易的话 这个负用足以覆盖你的这个 汽货公司经纪公司的一个成本消耗 足以覆盖了这个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资金曲线 差不多到 到差不多 实际上差不多 啊 还是一个在创新高的一个过程 然后它的一个季节性呢 可能季节性呢 在一月和五月呢 季节性会 一月和六月呢 季节性会比较差一点 那么在其他的月份还是相对不错的 啊 也就是说你在使用模型的时候 你不能一根筋就是说 啊 我就是全天24小时 啊 全天24小时 一年365天 我不停的去跑 事实上每个策略 它是也是有自己的一个特性的 也是有自己的季节性存在的 那么就是你根据它的季节性的一个优良 你去不断的去适用策略啊 使用策略和适用性去考量 然后这是它的总利润 它的胜率还是不错的 差不多47.36% 对于一个趋势型策略的话 那差不多在40%以上 我觉得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趋势型策略了 然后平均利润是670还行 交易了5988 然后年度收益率呢 是年化108% 可以 只要在100以上就还可以 然后下普比率呢 是1.4 下普比率在1.1以上 就是及格 然后回测呢 是23万 相比它的总利润呢 回测还是比较少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年化收益和这个 和这个回测比 这个年化收益 基本上是接近两倍啊 接近两倍 这个年化收益和这个回测比 回测还是比较小的 这样来说的话 年化收益非常好 因为年化收益呢 最最及格呢 也要大于你的最大回测 啊 结果是要大于你的最大回测 它这个已经接近于两倍了 啊 也就是非常不错的这个 那么参数 好 那就是tb部分呢 那就讲到这里 那么谢谢大家 嗯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7它的一个 门滑的一个圆码 门滑的一个圆码 我们先来看参数的话 和这个tb它的设置是 一样的啊 参数一参数二 然后短周期均线参数 长周期均线参数 和一个倍速参数 啊 这个应该就是这个 atr的倍速参数 然后这个呢 就是保证金参数 然后这个呢 计算是这个样子 刚才已经讲过了 就是我的 投入的保证金 出于它每手的这个 保证金数量 然后取一个整数 然后比较一下最少也得一手啊 所以说保存到这个vr1 这个变量当中去 然后这边呢 就是它还计算它的atr 然后最高价格 减最低价格的一个差值 然后与昨天上一个 磅线的收盘价 减去它的最高价 然后比一个大小 取其中最大值 啊 这两个取其中最大值 然后后面这个呢 也是一个差值计算 上一根磅线的这个收盘价 减去最新的这个 最低价的一个差值 和刚才计算的这个差值呢 进行一个比较 然后取最大值 保存到tr 这个就是真实波幅 然后后面呢 就是周 多少周期以内的一个 真实波幅 就是平均真实波幅了 然后它这个是 Lens2里面这个周期 就是20根磅线以内的 真实波幅是多少 就是平均真实波幅 然后这个是短周期均线 长周期均线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历史多少 开仓到目前历史的 多少根磅线 啊 然后把它技术 保存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这个是开空 啊 上面这个是开多的一个 开仓历史 下面是开空的一个 开仓历史的一个 经历多少根磅线 然后保存到这里 然后这个呢 这个就是开多条件 这个就是开多条件 这个是开空条件 啊 这个是 多少个周期以内 啊 这个是就比如说 我们刚才开仓历史 差不多 啊 经历了 哦 对不对不对不对 不好意思啊 说说这里这个 应该是保存这个开仓架 啊 开仓架 这个是就是我开仓那根磅线 向前回溯到开仓那根磅线的价格 那么 保存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开多的价格 这个是开空的价格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止损价格 止损价格的话就是 我开仓价格 这里 我的开仓价格呢 减去两倍的 ATR 两倍的这个开仓时候 保存时候 保存的ATR 也就是开仓时的ATR值是多少 然后我的开仓价格减去这个ATR的两倍 就是我的止损价格 然后这个呢 是我的 呃 也是止损价格 这个是止 止空 这个是止 止多 啊 然后他的这个 空头的开仓价格 加上两倍的 开仓时候的ATR 啊 然后就是他的一个止损价格 那么下面呢 这个是他的 这个是他的止盈 就是Y 这个是多头止盈 press save Y 然后 多头止盈的这个 止损线 止盈线是多少呢 那么就是他这个一定周期以内 这个周期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刚才设置这个参数 就是 10根磅线的 最低价 然后加上 加上这个 多头利时 然后乘以0.05 再乘以ATR 倍速 多头利时乘以0.05 就是倍速 多少倍ATR 就这里计算 这个是平多 然后这个是平空 下面是平空 平空的话就是最高价 最高价就是10日内的最高价 减去 减去空头利时 利时多少根磅线 然后乘以0.05 然后再乘以ATR 然后这样就计算出他的这个 呃 多头止盈线和空头止盈线 下面呢 这个就是 呃多头加仓线和空头加仓线 然后Place by AK 然后开仓价格 多头的开仓价格 加上一定倍速的ATR 这个是第一次开仓的价格 加上ATR 啊 然后这个就是多头的开仓价格 然后这个是空头的开仓价格 减去ATR 那么这个是空头的开这个加仓的一个加仓线 那么下面呢 这个是byPk就是开多的一个条件 那么最高价呢 大于等于Lens Lens1就是5 啊 5根磅线以内的最高价 啊 并且呢 短期均线大于长期均线 那就是多头排列嘛 啊 开多 然后空头呢 正好相反 空头是最低价格呢 要小于5日的最低价格 然后空头排列 开多条件 开多条件是上面这个 开空条件是下面这个 然后这个byAK呢 就是多头加仓 byAK就是多头加仓 最新价格大于我们刚才计算的这个 啊 然后 这个最新价格呢 大于我们多头加仓线 这边刚才计算的这个 第一次开仓 加ATR 这是我们的多头加仓线 啊 如果大于这根线呢 我们就加仓 然后下面那个是空头 如果小于我们的空头加仓线 我们就这个 加空 然后这个是止损和止盈的一个计算 啊 然后这个是多头止损 然后如果最新价格小于我们刚才计算的这个 空头 多头止损线 然后我们就平多 然后下面呢 是空头止损线 空头止损线呢 最新价格如果大于我的空头止损线 就是 这个地方的计算公式 啊 然后我就平空 然后下面呢 这个部分呢 就是止盈部分 最新价格大于我的 多头 止盈 止盈线 然后 然后后面呢 这个是最新价格小于我的 小于等于 啊不 这个应该是 最新价格大于我的开仓价 加上一定幅度的 一定倍数的啊 这个倍数呢 就是 开仓时候的 这个ATR呢 保存起来 也就是开仓价格加 当时保存ATR的数值 就是我的一个 条件就是最新价格要大于 这么一个止盈线 然后同时呢 最新价格要小于我们当时计算的 这里的一个止盈线啊 所以如果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那么我就止盈出场 多头止盈出场 然后空头空头呢 就是最新价格小于开仓价格 减去 空头的开仓价格减去 当时开第一次开仓时候 初始开仓时候的ATR的值 初始ATR的值 然后就是我的一个 呃 止盈出场线 其中的一条一个条件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最新价格 如果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这个 我们上面这边计算的一个 指引计算的一个通道线 就比如最高价格减去 历时空头历时 然后乘以倍数乘以ATR 就是这个 空头出场条件构成了 然后后面呢 如果说 当前的这个图表上的磅线呢 一定要大于 就是我们设置的这个轴起数 要不然没办法计算 我们设置最大的这个参数 轴起数 否则棒线不够计算 然后 没有多头持仓 然后满足 开多条件 我们 开多 并且平仓空头 把空行掉 然后这个里面是手速 然后空头开仓 平掉多头 然后手速 然后这个是当这个 这是其中的一个平仓条件 这是其中的一个加仓条件 这是一个加仓条件 就是我已经有了多头的情况之下 并且满足我的多头加仓条件 YAK在哪里呢 在这里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我就加多 并且就跟原始 原始的这个开仓数量呢 是一致的 然后这个是空头 当前已经有空头持仓了 并且满足我空头加仓条件 然后我开空 继续开空 注意这个是BK和SK 它不存在平仓的这种情况了 因为我这边是已经有多头持仓的情况下 所以我直接用BK买开仓 然后有空头持仓就是SK 卖开仓 那数量呢 和原始开仓是一样的 后面呢 这个就是平仓 这两段呢 就是止损 止损 这是平多 然后这是平空 然后这个是止盈 这个也是一样 是平多 然后这个是平空 然后中间这个括号里面呢 是BKVYL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当前呢 它是持有多少 多头 数量 多头持仓的数量 然后空头持仓的数量 啊 好 这两段呢 就是K线的变现颜色 如果是多头呢 持仓的是红色 空头持仓的是绿色 然后下面这个是将这个 将这个这个我的净利润 计算出来 然后标注为这个黄色 然后是个加粗的字体 那就是这样啊 那文华的编码 其实就像一个流水帐一样 但是非常简单的 文华的编码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C47的它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如果说你是想让它自动运行的话 你就点击这个运行 然后去货组合 然后这里有个模组 新建 然后随便选一个品种啊 然后它这个是日线周期 常规周期 然后下一步 然后选择模型 然后C47这里 OK 然后这样下一步 我指定合约 阻力合约 下单手术 下一步 然后设置好你的保存金比例 你的初始资金分配量 信号 这个是信号计算 还有你的手续费 比如说是在1.5的 然后这边呢 用在第一页是在这个地方 你是到第几页 然后延续回测信号呢 你就可以去沿用回测信号 而且如果说你没有开仓 你也可以忽略这个回测信号 直接让它产生新的信号 再开仓 就是延续回测信号呢 也不会说是这个会回溯 那个之前开仓的话 它不会补仓进去 它只是说你在上面显示呢 假设你有吃仓呢 它会这个会出现一个平 再下一次信号是平仓信号 是一个平仓信号 然后完成 然后导入进了 导入进来之后呢 因为我这边没有登这个交易账户呢 所以它这边交易连接是中断的 如果说你登录交易账户 这要连接成功 你就已经可以开始正常交易了 然后这个模组不要关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打开软件登录账户 它就可以开始自动交易了 那么文华呢 那就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